今天打算拍什么呀? 今天我们来回味一下上个星期六的直播影片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是一位警察 然后我们只是去到那些市区的地方做巡逻罗罢了 在途中突然间接到一个投包 太平洋那边竟然发生了一种抢劫案 去到现场时场面非常的混乱 而且后面竟然还遇上了 犹豫游戏的那些穿着粉红色衣服的人 拿着枪指着我 结果包上了妈包袋之后呢 带我去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地点 然后就逼我们警方玩他们那些可怕的死亡游戏 可是到最后我成功逃脱了 整个直播影片就这样子结束了 呃啊哎呀 早上起来啊 yes 要做些什么呢? 当然是要去喝营养品啦 或者是去倒红酒来喝咯 啊 哦呦 健康啊 OK 现在到红酒了 早上来一杯红酒 促进血月循环 哦呦 水耶 好 very good OK 现在这时间还早 所以我们先看一点电视机里面的戏吧 OK 时间到了啦 可以去上班了啦 这辆车呢 是我在前几个直播的时候呢 拿到的这辆车 而且是罪犯的一辆车来的 他们是已经把这辆车偷回来之后呢 我们警方呢就把这辆车冲攻了之后 然后我自己站为之友 哈哈哈 帅嘞 现在我们要去的地点呢就是警察局啦 因为我们要去上班嘛 对不对 去到警察局之后呢 打卡全部东西弄完了之后呢 准备开始做巡逻了啦 OK 警察局终于都已经到达了 警察局楼下有一个很好的咖啡机 而这个咖啡机呢 它制作出来的咖啡呢是非常非常好喝的 不好意思你们看一下 嗯 是不是很好喝 我没有骗你们叻 真的是好喝叻 好啦现在我们就去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打卡 准备换上警服了啦 就选这件衣服吧 哇帅不帅 是不是很帅叻 哎呦好看叻 喜欢啊 警车我们就使用这一辆马来西亚正在用这的警车啦 那么呢 呃希望在这个路上不会有遇到任何的一些 也严重的案子吧 哦 no 残了 我们收到了一个投保 太平洋银行遭到抢劫了 哇 老尉 这样够力没有 我在这边都可以听到枪声 他们应该是已经开始枪战了吧 oh my god 你看人质全都跑了 哇够力 我们快找地方躲起来先快点快点 哎呦没有警察要过去 如果一直在那边等着的话也是没有用啊 OK你们警察这么怕死我就全去吧 有本事出来啊 跟我打 come on 为什么躲在这个柜台里面 你以为防暴禁就可以保护你吗 有本事出来跟我打快点 哇 终于别的警察都已经进来了 很好 来 我们一起爬上去找这些匪徒 把一个一个给打死吧 去死吧 你这个匪徒 啊 没有经过我允许打劫太平洋银行 真是的 哇噗 呀 哇噗 怕你啊 来啊 出来啊 我的散弹枪 连发的样子发你不死 哈哈 他们这样厉害裹在柜台里面 是不是我这样子射的话一定完蛋了 他们 来啊 come on baby 哇啦 我也还要拿枪开枪射我 呵呵 给你够力哦 我告诉你 哇哦 现金的仓库 他们也去打劫啊 很好 底下应该还有的 小心啊 哎呦 真是有 oh my god 警察警察快点把我干掉他 他很厉害 小心啊 不要被他射死啊 喂你们警察干嘛 跑来跑去干嘛 快点把他给打死 哎呀你们不把他打死我把他给打死啦 去死吧 哇 一枪爆头 哇 水耶 检查一下仓库里面的现金到底有没有完全被偷走啊 哎呦 哎呦 下差一点要跌倒 哇 OK 看起来现金的仓库应该是没有被偷到 很好 oh no 怎么突然间上面爆炸好的 惨了 我们赶紧上去看一下 oh my god 搞什么东西怎么全部又是烟啊 我老尉 怎么没有这么多 pink color的衣服的人 oh no 他们拿枪指着我 哎 各位pink color衣服的人 你们不要对我乱来啊 OK 我现在没有拿枪要射你们 OK 我现在没有拿枪要射你们 你们要去偷钱 你们要做什么 你们去做 OK 我看如果跪下来的话 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啊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他们就不会对我乱来了啦 喂喂 老板你要干嘛 你不要在我后面拿枪指着我嘞 我很怕的嘞 不要乱开枪嘛 我现在身上没有拿着武器 你不要这样诶 喂 搞什么鬼这位 拿马包袋包着我 你要到我去哪里哦 喂喂喂 不要乱来耶 oh my god 惨了 他带着我上直升机 他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嘞 oh no 这些人到底是谁啊的 不要乱来嘞 啊 蛤 怎么会被绑在这个地方 喂 这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 你们到底想要对我们做什么东西啊 哇 这些粉红衣人真的是很坏哦 在我面前竟然开枪打警察 你看 够力 oh my god 那也可以这样子 oh no 一个一枪一枪把那些警察给打死 我漏惨了 他找我聊天了 啊 hello你好 呃 我的警察局那边有个咖啡很好喝的 你要喝吗 他们竟然要我们警方来玩这个游鱼游戏哦 然后这个游鱼游戏算是死亡游戏来的嘞 oh my god 那么他们第一款游戏呢 就是吃完所有的这些汉堡 然后呢 吃完了之后呢 就马上在原地跑步 如果谁肚子痛的话呢 就会被淘汰先 千万不要失败 快点 一定会成功的 我吃完了 可以跑步哦 yes oh right 可以啊 够快啊 我感觉 诶 怎么感觉 我旁边的这个虫子好像跌倒了 勒 oh no 诶 oh no 真是被射死 oh no 死在我面前 oh my god 我们必要失败 我们快点跑 快点跑 OK 总算时间还有差 10秒 9秒 8秒 7秒 6秒 5秒 4 3 2 1 oh right 我们终于都已经成功了啦 水耶 接下来还要玩的游戏也是更加的离谱 警察每一个人都拿着一只警棍 然后四个人要打在一起 但是我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到最后全部警察都要攻我一个人 哎呦 真的是假辣哦 哎呦 哎呦 你们警察可以不要全部能攻我一个人嘛 又分开打啦 打你朋友啦 为什么全部打我一个哎呦 我这么好打是不是啊 最幸运的是在这一场游戏里面呢 没有一位警察死亡 连我也没有死 所以非常非常开心 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游戏了啦 那么接下来这个游戏呢就是123木头人 然后这个123木头人是有一点点可怕的感觉 然后呢 他是说还会唱一首歌 转去后面的时候唱一首歌 转过来的时候呢 他就不要看到有任何一个人动 如果有动的话呢 就会把我们给打死 我看来应该是没有人会动啦 这个游戏真是太简单了 小孩子都会玩啦 但是没想到我是那个交通警察 竟然在这个时候的时候迫不及待的跑去前面 结果到最后他被看到了啦 然后也被打死了啦 OMG 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呢 还剩下这两位警察 这两位警察呢就慢慢慢慢的过 但是他们到最后还是一样成功了 这位木头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胜利者 非常恭喜我们 但是要我们进入第四个游戏 这第四个游戏呢就有点点残忍啦 我们四个人每一个人都要拿着一把小刀 互相残杀这样子 我有一个点子就是我们大家不要杀人这么厉害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有一位警察就好像要把我给刺死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在无意中呢我没有办法 我只好先把他给刺死了 到最后呢我和另外一警察就活下来了 到了玩最后一个游戏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我有机会能够逃脱了 因为他们给我一把武器 他们说这个游戏呢是枪战 大家彼此必须要打死一个人 只要那一个拿到最后活下的话呢他就是胜利者 所以我在这时候呢我就趁机会打穿粉红色衣服的人 场面打到后尾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刺激的 但是呢我到最后还是有办法能够活下来 我也真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个游戏游戏呢 他们竟然是举办在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地方 所以我们警方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在这些地下室里面就是使用了很多很多量的这个惊害会员 然后呢里面就是操作他们这些系统之类的东西 然后去寻找那些乌辜的市民啊还有警察啊 然后带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来玩他们的这个游戏 等到我把所有这些粉红野人全部清空在这个地下室了之后呢 我就要逃离这个地方了 但是我逃离之前呢我必须要把这个门直接解开 我想了很久用了很多方式都没有办法 到最后只好用 应该最后一个方式 那就是把这个门给射开哈 那我射开这个门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原来这个真的是地下到来的哦 我看我现在真的是要找一个办法找出口了啦 在这个地下道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粉红野人跑出来 我们真的是没有这么容易能够打出去的 他们竟然还启动了他们这些小型的坦克车啊 拥有武器的战车来对付我嘞 但是到最后还是有办法能够赢过他们 就是我们使用另外一辆车来跟他们开战过 到最后他们也是失败了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都已经打到外面去了啦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还会派人来追我嘞 派了几辆的这些战车来追我 但是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打赢我 因为呢我使用了这辆飞弹车来把它给射爆他们的车子啊 嗚呼 YES 还有另外一辆要过来了咯 我们准备要射了啦 嗚呼 嗚呼 YES YES 哇 就这样子 搞定了啦 但是他们也没有那么快气馁啦 他们也是派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粉红衣来打我 就连直升机还没开过来想要来对付我 而且还把我这辆飞弹车给炸爆咧 OMG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辆直升机 我哪里可能不给他死咧 嘿哟 直接给他完蛋了 那我就看见有一些粉红衣的人 他们就乘坐这些机车过来 我就趁机回去乘坐他的机车赶紧逃跑了啦 这一场追捕战也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因为直升机这样子像我上面那样射击过来 哇 我告诉你地上一直爆炸爆炸 而且他是导弹那样子的功能 I don't know 所以这边有这么容易 哎哟 危险哦 最终了一阵子之后呢 终于我已经把所有这些直升机全部给打下来了 然后现在我回到去我的这个总部的时候才发现 OMG 这些红衣人 粉红衣人 全部已经包围了这个警察局 所以我们就使用这个mini gun来把他们全部给射死吧 Let's go 等到我跑到进去这一个警察局之后呢 我就赶紧通知这个特种部队还有警察来协助我们 就这样我们的任务就成功了啦 所有的游游戏也就这样子被我们警察给打完了啦 那么大家如果有谁想要看完整部完整的这个直播影片的话呢 可以往右上角那边点击下去 就可以看完整部完整的直播了啦 那么如果你认为我拍的很不错的话呢 记得底下按下赞 然后把今天这部影片分享出去让大家看得到好不好 好的各位观众们感谢各位观众 记得还没有订阅我的PSKGT频道记得底下订阅哦 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各位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